- 歡迎收看你的記憶 我是紐把 - 歡迎收看你的記憶 - 我是紐把 - 我們今天在 - 兒服裝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體驗 - 一日保育園 我們現在要 - 長頸路的家 - 跟犬牛的家房 - 沒錯 - 平常是不能進去的 - 我們去看看喔 - GO 犬牛長頸路保育園 - 妳看這個 - 這個是犬牛保育園徽照 這是山頸路保育園會燒 即將進入動物的家囉 無功中用的 好 這裡面有一點點的消毒液 好 你看山頸路在這裡 首先我拿一個指揮棒給他 他知道指揮棒他會聽指令 Toby 鼻子 那他有做對了 他聽到想聽的聲音 我才會給他食物吃 那待會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幫我餵他吃東西 幫我餵他吃 幫我餵他吃 幫我餵他吃東西 好嗎 好 給他吃 對 餵餵的 我們就是一定要讓他 我們溫著嘴巴 我們一定要讓他聽到 聲響指揮 對 我們才撿他 一撿 吃一撿包就好了 現在我們要來樓下找長頸路 現在我們從正前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長頸路整隻的樣子 就是讓他躲高 那這隻長頸路呢 叫蘇菲亞 他今年大概六歲半 可能要七歲 好 可以靠近一點 不用怕 對 他就是 他關在裡面 基本上不會出來 你正常一點 他就要咬 哇 好吃重喔 你可以再撐去一點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拿遠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看他舌頭伸出來 把它捲回去 那舌頭伸出來 那蘇菲亞他算是比較不會用舌頭的長頸路 因為正常來講 長頸路舌頭伸出來 可以大概到20-30公分以上 對 那長頸路呢 他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其實他這個下牌是有牙齒的 所以他待會吃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動作 他的動作是 看到嗎 他頭是往上推 用下牌牙齒去切斷那些束縮 他大概300-300-350 喔 好高 那其實以長頸路來說 牠是個牙齒 喔 一般正常的長頸路 牠的身高會到多少 牡的大概4米5到5米 那公的5米 可以到5米以上 一直乘以長頸路的體重 大約800公斤 800公斤 牠不吃是不是 對啊 牠不輕 有沒有發現牠不吃 嗯 那其實牠不吃是有原因的喔 牠上面長得傷症對不對 嗯嗯 那長頸路牠非常害怕酸的味道 所以牠們很喜歡吃商業 可是牠只要聞到有傷症的商業 基本上 牠就不吃了 就太吃了 好 牠吃的那個 跟剛剛那裡完全不一樣 牠嘴唇像有在挑一樣 那現在再給牠一個沒有傷症的 你再看一下牠怎麼吃 自己吃掉了 就直接整個吃下去 來 這邊就是一個體重鏡 看到嗎 牠幾公斤 562.5公斤 是幾個你 563公斤 有沒有 20 個你 有沒有 10幾個以上 20幾個 對對對 這家庭牠叫做保護甲 保護加固定 那我們這種打型動物 你們有駕遊蟲嗎 有貓咪 好 你們貓咪有沒有看過獸醫 對 打針是不是我們要抱著 我們可以抱著長頸路打針 可能不行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幫牠打針的時候 就是一個針 待會你來模擬幫牠打針 模擬幫牠長頸路打針喔 沒有沒有 把牠小小獸醫了嘛 這個每個都可以拆下來 那你現在我們放下來 我們每天幫牠做一個訓練 就是叫牠們名字 然後摸牠 Sophie 然後我們摸牠 Sophie 好 牠被牠 之後我們會拿東西輕輕地摸牠 Sophie 那牠漸漸習慣之後 牠之後打針的時候 牠就會比較不會整理 Sophie 摸摸看牠肌肉其實就很硬 對 很硬對不對 嗯 好 牠滿結實的 我們要摸摸看 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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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真的很結實 來 來 搓搓看 他吃了 不愧是要撐500多公斤的走路 對 好 對 那這就是我們平常幫牠做的一個訓練 這個還是大便喔 對 那牠有大便 你們想要摸也是OK的啦 Sophie 就硬硬的 牠乾掉了 那長頸鹿本身是不喜歡坐著睡覺 那牠要爬地練習 但是我們吃了長頸鹿因為沒有練習手 牠不小心坐在很安全的環境裡面 所以牠會坐下睡覺 所以就讓牠打開 坐在大便上 坐在大便上 所以有會幫牠們洗澡 長頸鹿嗎 我們沒有再幫牠洗澡 沒有洗 就這樣 但是不太洗 你看 你剛剛學習了當保育員 你其實也有注意到 平常我們要幫牠打針什麼 很重要 其實幫牠收拾好 訓練 才不會讓牠們太過於緊張 然後也要訓練牠 對 我們等一下就繼續去看 阿火嗎 現在就要去找犀牛囉 犀牛呢 怎麼會發現牠的家 是不是比較粗 哇 長頸鹿剛剛我們說 你剛剛看蘇菲亞幾公斤 還記得嗎 那你猜猜看犀牛幾公斤 兩千 哈哈哈哈 沒那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哈哈哈哈 好對 沒錯 犀牛大概有 快到四隻蘇菲亞的體重 太恐怖了 這些草 就是犀牛待會要吃的 像牠這樣一天要吃幾餐 兩隻要吃四餐 等於又一隻等於又兩餐 這兩個就是要防止犀牛自己開門 因為我們的犀牛很聰明 牠都會自己開門 把牠出來 對 你看牠下面一樣有一個體重之一 對 牠進來就可以秤 那邊有牠體重 你等一下可以看牠在上面 牠體重會多重喔 來 這隻叫做酷妹 酷妹 這那一隻來了 看牠那邊 一千六百多 這個就有體重 是很了解的喔 犀牛這個主感的一點 一次 好 看一下 注意看 你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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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樣看 最近好像沒有看到牙齒 牠牙齒比較裡面 好 沒錯 犀牛牠沒有門牙 所以牠的嘴唇力道非常強 其實 那我剛剛在餵牠的時候 我的手整個在吸進去 我覺得超痛 好 犀牛的嘴巴 好 下一個很大的犀牛肌 好 好 來 牠就是迷唇姐 欸 有點像 迷唇姐 超強嘴唇 你看牠嘴巴好大喔 那首先我先跟你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牠幫犀牛刷背 那犀牛很喜歡拿什麼東西洗澡 你知道嗎 泥土 牠非常喜歡泡泥巴 所以你看牠身上這個顏色 其實就是土的顏色 泡了沙子之後 那些沙子跟泥巴 可能會包住一些髒東西的提升 太陽曬乾之後 牠把它刮掉 看我們刷背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就是 這樣困難喔 就這樣刷 這樣就對了喔 是不是超困難的 牠很喜歡給牠刷化掉 然後這邊平常我自己渡不到 牠只有五公分厚的皮膚 好厚喔 非常厚 所以你看牠兩隻犀牛 一兩千公斤的犀牛在那邊打架 牠們可能都只會受皮肉傷 牠們並不會被刺穿或什麼 但是你們會不會覺得 你們如果平常穿五公分厚的衣服 是不是很難移動 對 所以牠的關節處就是軟 對 真的耶 真的 好暖喔 熱熱的 對 冬天的話也可以當暖暖包使用 對 就是牠們只要任何需要皮膚的地方 就是這樣 真的 你有沒有看嗎 喔好軟喔你看 對那牠為了要聽方便聽清楚 來自各方位的聲音 牠耳朵是可以前後轉動的 對 把牠幫骨感美女刷屁股 牠喜歡刷該兵齁 我會刷該兵齁 我會刷該兵齁 來看一下服務 會不會馬克服 有 有 有 可以可以可以 趁紙趁紙 你也可以來上班 我專門刷美女胯下的 你看 它刷刷那個身上的灰肉 它才會下啦 對 牠有看到嗎 這個顏色才阿原本的 牠根本是這樣 那你再刷 刷起來給我足夠 不會是陸屁上 逼得搭的動物 牠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牠叫白犀牛 明明就有黑的要命 因為牠把全身沾的都 你都看起來像白的 其實 其實這是一個翻譯的錯誤 英文的白色叫white 那寬叫white 喔 那當初就是 吃到嘴巴寬 那叫white rhino 後來翻譯傳一傳 欸這是white rhino 因為剛好這時候 又有一個犀牛叫做黑犀牛 所以就覺得 可能是因為這隻顏色比較大 不客氣 謝謝 不客氣 謝謝 掰掰 掰掰 今天我們換來六服裝 對 我們要去做什麼呢 小飛飛 保育園體驗 我們要去體驗一日鳥類保育園 然後它還有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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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是比企鵝姐姐還大隻的爬雀姐姐 喔 如果啊 在我們的小鳥還沒有出生之前 它是長什麼樣子的知道嗎 鳥伴 沒錯 答對了 我們來打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寫絲 這裡 這裡對不對 對 什麼黑黑的 小雞是在這裡 對 有沒有一個比較黑的地方 那裡啊 就是小雞的眼睛喔 好的 2月14號我們打開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它長得更大隻喔 喂 有沒有 全黑 這邊是空氣 蛋白已經幾乎都被小雞吃下去了 3月17日是今天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長什麼樣子喔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好 應該最久的就是 2月13日 2月13日 這腿應該快要出來了 對 來看一下 是不是全黑呢 欸 你看 等一下要看屁股 依靠這個空間的氧氣 可是它現在這麼大一隻 它就會沒有氧氣了 所以它才會想要出來喔 鳥手套 等一下呢 爸爸跟妹妹呢 我們都可以假裝是他們的媽媽 誰帶鳥手套 這樣就可以把人當成自己的媽媽的 好 那我們的鳥頭要上去囉 嘿咻 好 飛了 好 對 好 慢慢慢慢推 通常我們的小鳥啊 牠們在野外 媽媽在餵食的時候 都會用抖動的方式 軟軟的對不對 哈哈 你看 牠蠻好多 牠沒有變色對不對 好像叫聲音太一樣 嗯 就感覺比較 就是up的感覺 連骨頭都很細對不對 是滿中空的喔 對 牠裡面是中空的 所以有很多的空氣 可以幫助牠們飛上天空喔 牠叫做藍黃琉璃金剛硬 牠完全不會碰到你喔 對 對不對 因我的嘴巴是非常靈活的喔 就像我們的雙手一樣 這位同學超愛吃 哈哈 哇 金剛硬的智商 有人類小朋友的三到六歲喔 所以牠們很聰明 聰明到可以用腳來抓東西吃 牠們是沒有味覺啊 是沒有辣椒 對 沒有辣椒 牠們可以感受到酸甜苦 但是牠們對辣椒裡面的辣椒素 是沒有感應的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鳥的聲音 前面像花 花朵 牠就是我的重物伯伯 第一個 發出信號 牠是不是不動不動 不理我 沒關係 我們去碰牠的嘴巴 喔 這個時候呢 是要趕快跟牠說 威威 好痛喔 給你一些東西 牠這樣很開心 按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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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嗎 好 碰到了 牠在那邊說什麼 好 碰到了 好 回去 記得看體重喔 好 6點26 好 任務達成了 放稿吧 放稿吧 我玩了 我玩了 好 -很可愛喔 你看 -好 來 -好棒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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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好 那我們的保育員體驗嗎 -我們就在這邊 先吃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謝謝 -待會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幫我餵他吃東西 -那我們刷背的時候其實基本上就是 -這樣困難喔 就這樣刷 -這樣就對了 是不是超困難的 -這位同學超愛吃東西 -太厲害了 -金剛硬物的智商 -有人類小朋友的三到六歲喔